有人说,每一个胖子都是身藏不漏的潜力骨,瘦下来的人生从此开挂,可只有在减肥道路上挣扎过,才知道减肥道路多么难,想要吃实在在瘦下来,必须排除千难万难。 可是,若减肥方法采取不到,对身体造成的伤害也会随之而来,15岁的小蕊是一名初中生,身高165厘米的他体重只有110斤,实在是和胖子联系不到一起,可是爱美是每个女生的天性,小蕊总觉得自己的瘦还是有点多,想想再瘦一点穿衣服也就更好看了。 从三月份开始,就开启了他的减肥大业,在减肥的过程中,他主要是扣节食进行,烧吃,晚上不吃任何东西,再配合喝减肥畅,近两个月的时间,人本身材用称的他足足受了失筋,节食减肥的危害一,营养不良,长时间节食减肥只吃单一类食物,这种不合理的杀食就会导致身体无法补充各种维生素, 引起营养不良,进而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发生。 二,胃病,节食减肥会直接伤及我们的胃,胃部的运转能力和承受能力,会因为长期节食而下降,若胃里没有食物,就会直接刺激胃部产生胃酸,长此以往就会引起胃困痒等各种胃病。 三,内分泌紊乱,一日三餐的合理下食,是为了从食物中摄取人体所需的各种营养物质,长期节食则很容易引起维生素和胃量元素的缺乏,造成人体的代谢功能减慢,导致内分泌失调,严重则会影响身体健康。 四,加速衰老,当营养吸收不足时,身体会由先吸收蛋白质而不是脂肪,而蛋白质是基本无法被完全吸收的,无法被吸收的蛋白质就很容易产生自由基,这种自由基会造成人体的衰老,不,变成一胖体质,长期节食会让我们身体营养缺乏,而人体为了维持运作,就会让形成代谢变低。 当新陈代谢变低了之后,随便摄取一些营养物质,也就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容易发胖。 六,脱发,节食减责会导致头发所需要摄取的营养物质不足,头发很容易因为营养供应不足而导致脱落的情况。 七,记忆力减退,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,以及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,很多年轻人养成了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饮食系。 肥胖人群日益增多,由此引发的糖尿病,高血压,心血管疾病等也是逐年增加,对人们的健康和生活质量都产生了不良影响。 并影响寿命,显明清花军事这件显著。 周医生说,减肥是个技术活,只有掌握了科学的方法,才能以健康的方式并完成瘦身大业,如何科学减肥。 一,减少热量的摄入,让你消耗的热量大于摄入热量,机体才会燃烧,储存在体内的脂肪来提供能量。 如果吃了太多高热量食物,就意味着要增加更多的运动量才能消耗它们。 所以减少热量摄入,就能在一定半门内控制身子不发胖。 二,改变饮食结构,不减少饮食量,而相应改变饮食的结构,用各种水果、蔬菜和穀物取代高脂食物。 此外,可以用流脂食物代替日常上食,但要注意选择的食物,应充分其供给你所需的营养素。 三,积极运动,适宜的运动能够促进脂肪缠烧,选择适合自己的,且能长期坚持的一项运动方式。 最好游泳运动为主,是消耗脂肪的好方法,但每次时间应在30分钟以上。 四,增加活动量,可以改变生活中的小习惯来增加运动量。 五,多喝水,饮水不足,会引起人体不断积出水分作为补偿,并使体内更容易积聚脂肪,导致肥胖,还可能会引起人体新陈代谢功能的紊乱。 多喝水,可以加速体内代谢循环,促进脂肪的燃烧,还能增加饱腹感,但切不可喝饮料。 代谢喝水,用充足的睡眠,早睡早起,保证充足的睡眠。 每天7.5小时的睡眠时间比较合理,睡眠充足能帮助你。 稳定新陈代谢可以致食欲。 专家名片,思虑减肥是一件艰难的事情,减肥更不是一蹴而就的,是一件事要长期坚持。 在减肥的过程中,一定要讲究科学,合理,且不可提供建立。 长期通过节食,吃减肥呀,只吃水果不吃主食等方式减肥,一定会对身体造成伤害。 通讯员,事业发展科黄思源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